三杯用雜酒來製作的雜酒 講一下雜酒的由來 其實雜酒是來自中國的赤水河 赤水河是一條中國很著重去古陸的一條河流 它的水分的熱情程度非常之高 一雜酒用赤水河的水所製作 所以其實本身品質的保證都十分之好 以後大家一杯製作的叫做赤水河 名字是來自赤水河的原意 首先會用雜酒來製作 然後也用到荔枝 還有菠蘿汁 然後再用雜酒來製作的水河的水河 一杯製作的水河的水河 一杯製作的水河的水河 這杯製作的水河的水河 一杯製作的水河 一杯製作的水河 這杯製作的水河 這菜是麵製作的水河 一杯製作的水河 一杯製作的水河 這清潔水河 好,大家在等第一杯的時候,我就做好第二杯給大家了 第二杯的概念是來自與大自然有關的 剛才也說到雜酒的來源是來自赤水河 赤水河是中國國家十分著重保育的一條河浪 所以這次第二杯也用到很多與大自然有關的元素 先倒雜酒 先去吃一下 好,不好意思,六個小時 Judy, J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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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我就會有用到平和 醬汁 蜜瓜 出發不來 不要問 因為我用到大自然的元素 會加一些綠色,用蜜瓜 這杯飲料就叫做青蔥碎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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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